大家好,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有趣的小测试 就是测试小鸡会不会游泳 结果有的人说小鸡羽毛死了之后 肯定没有第二天 那么这句话是真的吗? 现在可以看到这四只小鸡 那天游玩泳之后 能吃能喝又能跑 如果那句话是真的 那么这里面应该只有两只小鸡才对的 现在四只小鸡都还在 这个就太不合理了 这应该也算是个奇迹了吧 小鸡仔,你们说戏不戏啊 那么今天我要来做一个更有趣的小测试啦 如果我把小鸡放进鹦鹉的笼子里会怎么样? 小鸡会怕吗? 那么现在就开始今天的测试吧 首先做这个测试之前 你得准备好一只鲜活的小鸡 然后把它温柔的送入锅中 阿波对是笼中 接下来我们就观察一下 小鸡会不会怕鹦鹉吧 可以看到把小鸡放进去之后 鹦鹉们开始四处逃窜 阿波对是开始爬墙躲猫猫啦 可能是小凤个头太大没地方躲吧 他都躲到笼子顶不去了 同学们看小凤多方呀 把这只小鸡放到棍子上面之后 那只大头可能是想叫白皮皮 去试探一下小鸡的实力吧 他想下来拿个助攻推了白皮皮一把 结果没想到的是 白皮皮灵机移动立即闪现 躲开啦 那么测试升级 我把四只小鸡都放在棍子上试试吧 把四只小鸡都放在棍子上之后 这只蓝皮皮仰望着这四只小鸡 久久不能忘怀 仿佛看到了代佬归来的感觉 也许是好奇心告诉他 这是唯一出你的头地的机会吧 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讨得这四只代佬的烦心 他呢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用心 可能是怕这四只代佬太热吧 蓝皮皮直接把他的风扇打开啦 同学们看 这风力肯定不小呀 其中的一只小鸡都差点被垂下来了 从这次的测试来看呢 把小鸡放到鹦鹉的笼子里 小鸡是不会害怕的 反而非常的淡定 而鹦鹉呢 就十分的疯了 那么这次的测试就到此结束了 同学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多关注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